黄玉廷的爸爸当然很心疼 他说玉廷所提到的运动无国籍 是要强调选手彼此竞技跟交流 不是外界所说的 身为国手却没有 成为这个身为国家队员 应该有的认知跟意识 他也没有要背叛国家 这样讲会不会太严重 他希望风波就止于此 不要再继续渲染 但显然是没有办法 那黄警罗还说 黄玉廷这次风波心情大受影响 是啊 成绩比预期中的来得差 本来将成绩设定为20名内 但是所以他当然当一个爸爸 就很心疼了 但是爸爸还没心疼完 爸爸自己身上就插满了剑 现在开始攻击他爸爸 找到原因了 因为黄玉廷以前是小英女孩 小英选举的时候 他上台当神秘嘉宾挺小英 那他也挺这个陈菊 高雄长大的孩子 在政治光谱上说实在 天然的就是所谓的 我们不敢说他是毒 或是同 但天然的就是倾向民进党 所以你看到他用词潜责 他很自然的 当然也许他没有什么 太强烈的政治意识 但谈到对岸 他一定用的是中国 这点民进党应该觉得 找到同价值的人物 跟你是同一国才对 何况过去挺小英 何况过去挺成绩 成绩好的时候 就纳为自己人 成绩不好的时候 有本事 你那个时候 他穿了大陆队服 你就把他取消 取消比赛资格 那时候你就处罚他 处罚规定就出来 但那时候 体育署明明白白 大家不相信 明明白白去查 体育署说 事情没有严重到要处分 刚讲完没多久 马上就要处分 政府讲话 可以这样出尔反尔 当初你已经说不处分 现在又要处分 那找到原因了 民进党说怎样 中共同路人 在这里 好来看 邱志伟 立委邱志伟说 黄玉婷的父亲 在大陆经营溜冰鞋工厂 为了个人前途 牺牲国家利益 失去运动员的精神 他要告诉大家 黄玉婷之所以 点钟啊 是拿到了巨大的利益 黄玉婷穿那个衣服 大陆对付的时候 下面网友一大堆留言 说哎呀 你穿这个衣服怎样 人民币好香啊之类的 那到底有没有 在大陆经营溜冰鞋工厂 我想请邱志伟 你可不可以把证据拿出来 在哪里开溜冰鞋工厂 营业额多少 登记是什么 总有个证据吧 黄景龙澄清了 我绝对没有在中国 投资任何金钱 只是大陆 某一家 华轮溜冰公司 请他当顾问 提供了专业意见 去改进他们的产品 身为国际华轮溜冰总会的委员 他说他去大陆教导学生 也不过是赚钱补贴 自己训练选手的费用 大家知道了 这种相对来讲 因为我们台湾是亚热带 相对来讲 冷门的接受补助都比较少 教练常常要掏钱 是没有错 爸爸说我没有开溜冰鞋工厂 你呢 硬要说他开溜冰鞋工厂 所以以我们新闻记者 我们新闻界的标准来讲 黄阳明讲得很对 这就叫假新闻 假新闻 当事人说没有 你说有 那你就请你把证据拿出来 但是你不用拿证据 你就一口咬死你说有 然后呢 你看到下面没有 一呼百应 一位清律的外科医师也说 朱立尊 中国的滑冰鞋工厂 生意兴隆 三例的报道 有没有 黄玉婷的爸爸在中国 开滑冰鞋工厂等等 什么人民币钱 什么都出卖 一个假新闻 怎么澄清都没有 说你有 你就是有 董哥这个我也是惊呆了 可以这样操作 我不知道 就是NCC要不要看过来 去查一下嘛 到底有没有 有的话 就是乱刀把他砍死 基本上民进党就这样嘛 有的话还有什么好讲的 是不是 舔共媚共嘛 但是没有的话呢 这些人是不是都要抓起来 因为苏正昌把这个丢出来 所有大家各方响应 用意是什么 因为年底有选举 这选举要把 仇装反装 要把它吵到极致 所以随便抓一个东西 一定要把它来打 打了以后 大家就有话题 就开始讲 哇 然后你可以看到 那些小粉粒 那些粒重重 每个都挑出来 然后就哇 好像大家都爱台湾 那我请教一下 我们奥运打了 两个铜牌 一个是郭姓存 一个是林良佩 李洋是金门人 他不是台湾人 他是福建省金门 是中华民国的福建省金门 董哥你看一下 在你旁边这个画面 有没有 就是2009年 当时这个黄玉廷成绩很好 拿下了三金 对不对 奖牌献给市长陈菊 所以对民进党来讲 黄玉廷曾经是一个 很亮眼的符号 那就是民进党的成绩 不管是陈菊的成绩 不管是蔡英文的成绩 基本上他就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对不对 他的荣耀要献给陈菊 要献给这个蔡英文 曾几何时 他变成了中共同路人 因为那是年轻的选票 那时候他23岁 天哪 他献给陈菊 又献给蔡英文 所以他们把他当作标杆 那我们邱志伟 这高雄选出来 他其实是非常清楚 你如果知道 如宏林所讲 他爸爸在中国大陆开 划边工厂 那个轮协工厂 那你那时候就应该制止他 不能让他上蔡英文的台 你是民进党的立委 对啊 现会期的时候不知道吗 对不对 对啊 所以你们这些人 其实让人家看破手脚 那其实我们看到他的罪状是什么 说破坏国家形象 破坏哪个国家 那个潘文中说黄玉廷让国人感到失望 我问一下大家 你对谁比较失望 是对黄玉廷比较失望 请加一 还是对潘文中比较失望 请简一啊 董哥 是啊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其实民党这些是有 他操作是有个手段 他把整个 这种氛围弄出来 对他嫌疾有利 因为民党现在知道 用这种东西来 经营选票是非常强的 以我们来讲 就是说譬如像我们公投 明明大家百分之六七十的人都反对莱猪 可是票就投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投莱猪 你就跟中共是同路人了 所以他把这个氛围弄出来 其实就是为了他们的选举 要把整个氛围弄出来 大家再看看 比如说他有非常多的 这种歇斯底里的行动 那今天把这个拿出来 当做一个 女巫大家来把他烧 那对民党的选情是 他们认为是有帮助的 黄毅廷 他臭不该 没有拿到金牌 我刚前面讲 他拿到金牌 这些人又把他供奉了 那他们是 所以在2月3号的时候 派文中还打电话给温暖 蔡总统虽然发生这么大的风波 但是怎样 总统 院长都对你很关心 言下之意怎样 就没事了 你不要在意好好比赛 而且体育署明明白白讲 没有严重到要惩处 所以当时这些人在想什么 就想说 我先看看他有没有拿到牌 等拿到牌 利用价值的时候 我就把它收编 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我就把它砍死 没有拿到牌 而且网络 还有我们 支持我们那些小畜生 那些绿色的小畜生 他们还不满 所以我们赶快拿出来 拿出来表示说 你看我们民进党就这样处理了 大家看什么处理 冬奥结束了以后开始了 现在苏振昌越来越像普廷 纳成美国说 冬奥齐嫌 莫斯科会出兵 会怎么样 结果没有出兵 冬奥结束以后 什么东西都在算总账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黄玉廷 当然就被拿出来 当一个把子 大家来打发 然后打了 哇你看 哇表示我们才是爱台湾 但董哥你刚刚讲到 这个讲到普丁 我们待会马上要来谈一下 这个普丁 这个坦克这已经开过去 美国好像缩回来了 但是这一题我想请这个 春琪老师做个总结好不好 说实在我连续两天选这一题 因为我真的是心中蛮感慨的 培养一个选手真的不容易 而且黄玉廷 他增加相对的是一个 冷门的一个比赛 因为我们台湾亚热带 没有冰没有雪 所以不要讲什么 光是找这个训练场地 都非常的困难 对于选手来讲很辛苦 要飞到国外去训练等等 家里面真的要有 很大的一个支撑力量 还有自己要有很大的决心 但是黄玉廷好样的 一路走来 他的成绩相当不错 以台湾来讲 真的是难能可贵 到了这个赛场上 就是一个展现年轻人 他非常非常珍惜友谊 这个友谊说实在 只是刚好在那个当下 是一个大陆的选手 拿了队服给他 他就穿上了 对不对 人家送我一个杯子 我就展示一下 我相信如果是日本 或是美国 或是刚好立陶宛的选手 送一套队服 他也会穿 那就是这样 回来竟然遭到铺天盖地的追杀 他挺过了网友的批评 挺过了网友的霸凌 但是无论如何 他挺不过国家机器 我先说这个邱志伟 我是建议说国民党的立委 这应该追上去 明天就是到立法院直接问说 那你这个新闻哪里来 你说人家在那边大陆经营 刘兵鞋工厂 证据拿出来 要不然你今天 这个可以享有言路免责权吗 言路免责权是监督当道 你这边修理老百姓 你修理民众 你邱志伟你可以这样干 你今天如果知道 人家已经把你揭露 你是假新闻 你明天就应该道歉 他如果明天不道歉 我认为国民党立委就要追上去 再不追上去 应该到地权处去告发他 对 我也不太懂 我觉得国民党在这个事情上 也没什么动作 所以我说要给这些交一点颜色 要给他们一点要东西看 不能够就轻易地放过 他爸爸还得出来辩解 你今天指控你的邱志伟 你没有拿出扎实的证据 我被你冤枉 还得自己来自我辩解 这都是非常侵犯人权的 还是一个什么号称 而且你是立委 你拿资料都比谁方便 你不会查一下吗 你就跟刚刚前面讲的 苏貞昌跟蔡英文一样 他们觉得大权杀 我要修理人就修理人 而且重点是怎么样 他们干完坏事 弄完假新闻不会有后果 你相对于黄玉婷 就跟刚刚讲 因为冰雪运动 就不是台湾的长项 我们先天 我们的气候 我们的地理位置 就不是很有利 那这些人已经这么不容易 这么辛苦在那边弄 第二个 这是个结构性问题 我真要问结构性问题 而且凭什么 我讲不客气一点 你今天 没有办法用台湾共和国 你自己不敢在国际上 能够去硬干 要不然就不去 你就聚赛 你有种就这样 如果你今天掌握权力 有种就这样干 你结果不是 你自己做不到 第二个我问 我们的选手里面 难道不能可以有认同同一的吗 什么时候规定 我们的选手都要认同台独 你是跟我讲哪一条 哪个地方规定的 公投通过 还是怎么样 你们凭什么 今天大家在中华民国 大家都有权力 有我们的选手 你说有人要去喊台湾队 他要去认同台独 严格讲都是侵犯中华民国 都是强健国家 都是不爱国 好了 你们霸道 你们纵容 那凭什么今天 我们的各个领域里面 包括我们体育团里面 包括我们的选手里面 到了运动场合 他要认同同一都不行 你看国外 有不同的选手 在不同情维 他们有不同的认同 你告诉我 谁规定的 今天如果黄玉玲 这是我的意见 如果他真的就会说 他真的有回到出场的感觉 他觉得应该统一 那不过是拿来辩论 有违反哪一条 你今天教育部 凭什么就陈楚 叫做什么伤害国人感情 你把少数台独 扩大成变成全国 然后变成黄玉玲 一个人跟全国对干 你凭什么 你在这边都是偷渡概念 你都是强奸别人 你们这个才是霸道 你们才应该被陈楚 所以我是说我们的选手 第一个已经这么不容易 这么辛苦 可能就是无心知过 你说调查清楚 去了解一下 你不行 你一定要追杀 刚刚董志生讲的是对的 选举到了 去没空 人家说去没空 站空 借记就是要操作 拿别人当戏赠民要记起 你凭什么这样子干 第二个 所以我才说停起来 第一个 黄玉玉玲你要跟他对干 你凭什么没有调查就先杀 你凭什么来这么大权力 光这一点就要先道歉 如果调查结果我真有错 你上次处分我 已经在讨论要扣钱 要什么什么东西 这种东西都是 已经都是定罪了 他用讨论 现在只是说行度是怎么样 你凭什么冤枉别人 我再进一步 今天如果黄玉玉玲 真的是认同 两岸他认为说 中国有不同的选择 你凭什么敬他的嘴 你也能说台湾队就是台独队 我先否认 我不同意 你们可以偷渡 他只不过 他还是表达一下他的意象 凭什么就要惩罚他 这不过是言论自由 如果让他搭着的论 哪边比较好 这次在这个国际冬奥的赛事 多少的换来换去 我还看到一个很有趣的 中国对这次什么短道速滑的 那个教练是韩国人 那个韩国人安贤朱 在韩国表现 不是说被韩国被排挤 没有机会 他还变更成俄罗斯籍 他现在是俄罗斯 韩裔俄罗斯籍 然后被中国聘去当教练 然后他那个中国拳手一得奖 还被韩国干 这种事情 大家都可以讨论 你凭什么针对黄玉玉 特别是我要讲的重点 你凭什么国家机器开动 你说参民在那边弄弄弄 大家在那边吵 黄玉玉玉跟他对干 你说黄玉玉玉跟参民对干 叫做挑衅 要纵容那些 要在这些酸民 这些滥货之前屈服 才合乎教育宗旨 你们凭什么 你们凭什么国家机器开动介入 这个我要质问 从蔡英文到苏贞昌 到潘文忠 包括下面这些什么邱世伟 你们这狗腿 国家是可以让你们这样干的吗 我说全台湾的老百姓 一定要紧张起来 这个是万万不可 这是违反民主法治 你们这边台大政大一大堆法律系的 你们是都死光了是不是 我真不客气讲 可以纵容这些事情吗 多少台湾学法的 天天在讲民主法治 我们的国家积极直接当权派 公然为恶 践踏法治 难用法律 欺压人民 可以视若无睹 他在那边号称 国际怎么排名第几 如果这些学法律的不出来 我都有意见了 我再次讲 这是我们人民应有的尊严 跟基本的权利 黄玉廷被践踏 就是所有人民被践踏 包括你们这些台独 你不要因为今天 他合乎你的利益 你就支持 那照这样讲 你们都是支持国家 支持这些政府 可以随便 不依照法令 不法治 随便整人 所以哪一天人家 一地二组整你 你叫叫叫叫什么叫 你就不要叫 你就放弃权利 所以这个事情是 大原则问题 我再一次问 苏贞昌是谁叫你动口的 指示教育部 调查处分 而且一定要处分 然后总统府为什么呼应 你们显然是商量过的 对啊 总统府 其实可以不要讲话的 对不对 所以我说 你们如果是为了 政治意义在操作 那更是可恶透顶 你不但法律上 没有正当性 你们政治道德 是败坏到极点 你哪一个小小的运动员 可以再造大 如此来祭祈 你们还像个人吗 混蛋透顶 我告诉你 很少看到这个春旗老师 这么生气 但是也骂得很解气 我们在这个网友 大家都在说春旗老师 讲得真好 那这个也有网友 可能半途刚进 就不太懂 为什么黄玉廷 要穿中国大陆的衣服呢 我建议你去上网看一下 或者是我们结束之后 你再进来补课 你就会了解整个来龙区脉 要不然把我们的 昨天的节目 调出来也看一下 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我相信如果是你 你可能也会做同样的事 那另外就是呢 我要想说 这个事情 可能会留下些后遇争 以后我们的这个选手 不管什么选手 出去要先上满政治学分 我们要先做政治审查 对不对 审查通过了 你才可以出去比赛 审查不通过 就不能出去比赛 是不是 不觉得我们台湾很可悲吗 我觉得真的是还蛮惨的 台积电要应征 政治学博士 因为他们要了解国际政治 不是没有道理 以后我们的运动员 也要就像刚才秀芳说的 也要先上运这个政治课程 就跟大陆一样 否则他们随时就可能 不小心踩到雷 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被牺牲掉了 对 要在企业设一个 民进党支部是不是 真的是太夸张了 所以还有这个 我非常非常建议 因为我们中间新闻 就是被冠上什么 假新闻所以被关台的 这个雷 对不对 NCC看过来 假新闻假成这样 真身杀人 讲十遍你就相信了 一个错误的假讯息 不断的传播 不断的传播 而且黄玉廷的父亲 其实可以提告的 NCC就算不动 我刚才看了一下 像邱志伟跟三立的新闻 讲的是这个实打实的 我几乎是指控就有这件事 就哪一个错误的新闻 不断的发酵 他可以要求他们跟政道歉 否则就立刻提告了 我倒是鼓励说 这个黄玉廷的父亲 应该要做这件事情 至少为女儿讨一个公道 还有像这个黄玉廷 如果真的未来遭到惩处 黄玉廷是不是应该 也向国际奥会去申诉 因为我觉得 这完全违反奥会的一个 他也可以在台湾 打行政诉讼官司 因为基本上 没有任何的法律跟规定 说他的言行不当 所以就算真的做了惩处 我相信也经不起 台湾行政法院的相关审查 他其实可以提出申诉 诉愿 用各式各样的法律途径 去寻求自己的正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